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春花秋月何时了 养归之事值多少 归事已然近巅峰 你却还在愁畜观望中 最近我发的视频 你们竟然不好好听我瞎逼逼 啊不是 听我认真的讲解 反而更关心我的两只归断尾的事情 这就好比你看奥运会 关心的却是某个运动员有没有男朋友一样 大师此话怎讲 哈哈哈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体现了人民群众万众一心 众志成成 中国队加油 咳咳 我们接着来聊段尾的问题 首先买归和养归的标准和重点是完全不同的 养归更强调的是归的健康 以及归的互动性 养归本身是一种娱乐行为 那好不好玩肯定是重中之重啊 所以好多朋友问我想买东锦 但是看了我的东锦断尾之后 又担心东锦是不是本身就很爱互相摇尾 又觉得东锦实在太漂亮 如果买一只肯定是不过瘾 想买多只 买多只之后 如果他们互相摇尾 尾巴咬断了该怎么办 断尾的龟还能繁殖吗 影响有勇吗 断了尾巴的龟是不是就不值钱了 所以我们就通过你今后的养归生活 来反推一下当你买归的时候 最值得注意和最不值得注意的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养归的首要前提肯定是归的健康 所以在买归的时候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归的状态 如果一只归你看了好久 它都一动不动 商家拿起来之后也是动作缓慢 简言之就是看起来十分没精神 那这样的归大概率不是十分的健康 退一步说就算是这只归健康 那么也会影响我们养归时候的第二大关注点 就是互动性 我们培养归互动性的一个最大前提 首先是归要胆子大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归一直疯狂的顶着钢壁油 拿起来之后迅速的缩到壳里一动不动 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据我多年的养归经验和观察来看 这样的归大概率胆子就比较小 所以到家之后可能更容易产生应激的反应 并且培养互动性的时间就会长很多 当然我们只是说时间会长很多 只要是归健康的前提下 培养互动性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买归的时候最值得关注的重点 是归的健康以及状态 这直接影响到 你是不是能很快地体会到养归的乐趣 第二 我们买归的时候需要关注归的背夹 因为在你今后的饲养过程中 你有95.637%的时间 看到的都是归的背夹 所以我们要确保归没有错夹 歪夹以及腹夹 任何一项都会影响你今后的观赏 但我看好多朋友关心的竟然是归的腹夹 什么是不是蠢底的 是不是牙底的 是不是墨底的 属小弟孤落寡闻 难道各位朋友都是把归刚镶在天花板上的吗 难道归有圈里家里人均水族馆 那我是不是拉低了归有圈的人均水平呢 当确保了这两大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它的花纹怎么样 颜色怎么样 皮肤上有没有疾病或者是伤 最后的最后才会关注 龟是不是断尾 指甲是不是全 真正养龟的老手一般是在想捡漏的时候 才会关注尾巴或者是指甲 一般商家都会便宜一些出售 或者有了一些搞价的空间 再次强调 我们是通过以后你的饲养过程来反推的结论 买龟的时候当然品项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你当时的购买价格 但是 随着你养龟生活的开始 你的爱龟慢慢跟你培养起了良好的互动 看着爱龟一天天健康的长大 慢慢的你会发现养龟其实变成了一种陪伴 当时你最关心的品项和养龟价格 在你爱龟之后的价值面前显得一文不值 当有一天有人用窄桥来换你养了几年的草龟 你都完全不感兴趣的时候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会养龟了 我身边慢慢睡着的时候 你知道的 theorem是还是 一oli难轩自贵的 逢外万人在传箱老龙 并非经历做绨鲜里吧 打子丁到的�conom上